人在这个世界 业余长假 业盈业着莫非前定 这个意思实在是无限的盛光 我们一生国报当中也非常复杂 极其极细微的小事情 无不识有前因 我们从这里看 你就晓得这个音质复杂 你的同事行不识 这个不识里面不管是大小 谁也闻钱也好 谁亿万财也好 无论是财不识法不识无谓不识 摄善具足那个佛报是圆满的 没有一丝毫欠缺 摄善里头有一条欠缺的 这个果报里头就不圆满 看你在果报当中 你还有哪些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现在一想就晓得了 在修音某些地方有了情绪 所以果报不圆满 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 什么叫一银一珠莫非前定 什么叫做自作自受 我们才真正明了 这个英国实在讲 太细明了 唯有真正体会得 真正懂得这个道理 心才真的安住下来了 绝对不会冤天尤人 为什么呢 动一个冤天尤人的念头 我们又造了不善业了 赵德莱森不如意 这是四世真相 感谢观看